梦想的力量有多大 深圳前海的创业者知道 总之据说梦工厂是一个圆梦的地方 这也是我们选择来前海的一个原因 那么我们更加会坚定不移地向前冲 十八大以来 中国开启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 面对世界百年不遇的大变局 中国共产党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 作达时代之问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 涵盖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生态文明等众多领域 被誉为当今世界最具雄心的改革计划 它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举改革开放伟大旗帜的这种坚定决心 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一幕幕见次开启 全面深化改革更加注重系统性 整体性 协同性 短短几年 各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 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 总书记亲自领导部署推动改革的落实 应该说在这次改革可以以更好起着关键的作用 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 中国经济发展又到了一个重要关头 经济形势到底怎么看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判断 公伎策结构性改革 解决的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到底该干什么 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为中国经济高指南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 生态文明建设对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意义重大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如今的中国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也在不断成形 日趋丰富 应该说是实现了生态环境保护的历史性变革 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发展为了人民 一切以人民为中心 十八大以来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有多大 一千三百多万曾经没有户口的百姓知道 把我高兴的我就掉眼泪 哎呀我就激动了 我说我一辈子都发展 没想到这一次都 我还成了如是 全部人为你全部解决了 蒙渊入狱多年后 重获清白的企业家知道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时代内涵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为发展马克思主义 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后国家事业取得了理事性成就 发生的理事性变革 实现的历史性跨越 就是坚持以定义科学理论 所指导所取得的封锁成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